我本来是个农村妇女 某天不小心滑洛山崖 醒来发现自己穿成了18线小明星 粉丝半夜给我发私信说 姐姐我爱你 我早上7点给她发熬夜的十种危害 粉丝 出席活动 小白花跌倒时扯下了我的裙子 但我穿了六弯裤和足利剑 热搜红毯六弯第一人 热度上来后 我又被拉去参加综艺 经纪人嘱咐我 别发疯 营造乐于助人的人设 于是我热心的帮村民扇了八头猪 但大家怎么看着 有点害怕 是我不够乐于助人吗 我叫李秋英 从小在农村长大 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干 学习成绩也好 但父母还是让弟弟去读了大学 我被父母嫁给了同村人 才离给弟弟在城里买房 但我不怨谁 努力种果树 成了村里首富 谁知道有天去山上摘果子 脚下一滑便掉下山崖 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睁眼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小明星 这简直就是我梦想中的生活 年轻漂亮 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房子 不用服侍老公孩子 也没有重男轻女的父母 不争气的弟弟 在把身体还得远主之前 先替他好好生活吧 我先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 七点才自然醒 以前要干农活 给老公孩子做早饭 五点半就得起 我打开远主的手机 弹出几十条私信 最新的一条 姐姐我好爱你 姐姐最近怎么都不营业了 该不会还在为那个姓林的渣男伤心吧 姐姐我觉得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这都什么跟什么 什么营业 难道我还开餐饮店 渣男又是什么行业的 没矿工 那收入应该还不错 我看了一眼私信发送时间 凌晨三 二十四 我的乖乖 睡这么晚 白天能有精神干活吗 于是我摸索着 发了一篇精品美闻给他 震惊 专家称 熬夜可能造成智力下降等十种危害 给远主发私信的 应该都是关心他的人吧 那我可得帮他维护好了 于是我又给三百多个人 转发了这篇深度好闻 可把我忙坏了 九点才开始做早饭 刚打完鸡蛋准备下锅 手机响了 来电人 经纪人张姐 我刚接通 对面就咆哮了起来 一安贤 你在发什么疯 啊 谁是一安贤 你还装上傻了是吧 哦 一安贤是远主的名字 怪傲口的 嗯 怎么了 我没疯呢 挺好的还 我熟练的颠锅 煎了一个完美的太阳弹 你自己看热搜吧 我马上过来找你 对方狠狠地挂了电话 我一头雾水 张姐怒气冲冲地闯进来时 我正在打扫卫生 他愣住了 你 你干嘛呢 拖地呀 这城里人也是莫名其妙 拖个地有啥好问的 算了 懒得管你 你先看热搜吧 他把手机对到我面前 热搜第一 一安贤私信阴阳无可力粉丝 什么意思 我真诚发问 你还好意思问 无可力的粉丝 深夜给你发私信 你给他们转发养生营销号文章 是什么意思 你赶紧把这个事解决了 我更茫然了 能有什么意思 希望他们早点睡呗 热搜词条里 炒得热火朝天 一安贤真是小心眼 我不就是给他发我家可力 和凌峰哥哥的CP照吗 这就破防了 还给我发这种无脑营销文 骂谁智力下降呢 据说他早上起来 连发三百多个人 连自己的粉丝都一定扫射了 666 胡作非为 蹭可力的热度 这姐是不是对凌峰爱而不得 失心疯了 这纯属误会啊 于是我连忙发了一条澄清帖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希望大家早点睡 想了想 光发文字不够亲切 于是加了一个微笑表情 三分钟后 热搜第一换成了 叶安闲发文继续阴阳 张姐抱起夺过我的手机 虽然给张姐气够呛 但我的热度好像变高了 最近多了好几个通告 其中一个是 电视节奖项的颁奖典礼 团队给我选的红毯礼服 我穿着特别刺恼 上衣是一件抹胸 下身是收腰拖尾长裙 给我勒得闯上气 还配一双细膏跟 人家伙摘下来都能当筷子了 于是我偷偷把裙子的腰改松了 鞋换成了足利剑 再套一条六弯裤 就是这个感觉 爽 我大不留心地走上红毯 张姐在下面纳闷了 我怎么矮了一劫 正当我下完台阶 准备拍定点照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叫 哎呀 一个女孩子在我身后摔倒了 顺手扯掉我的裙子 我感到腰部如是重负 呼吸都顺畅了起来 同时 我的足利剑和碎花六弯裤 也被迫闪亮登场 煞时间 所有的摄像头都对准了我 人群也沸腾了起来 吴可丽把叶安贤的裙子扯掉了 我去 不是吧 他们俩是杠上了 吴可丽不会是故意的吧 不是 就没人想问叶安贤 这穿的是什么东西吗 不出意料的 我又登上了热搜第一 叶安贤 红毯六弯第一人 我仿佛又听到了张姐的咆哮 张姐为我的风评焦头烂额 公司给我的人设 我是一个也没力主 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 我现在的爱好就是做饭 做饭终于不是为别人服务了 而是享受烹饪的乐趣 不过我好像真的自带热搜体质 我早上去菜市场买个菜 热搜叶安贤穿拖鞋跟菜贩子杀架 这些娱乐记者还起挺早 不错 我点赞美食博主 热搜叶安贤 玉立贤凉母人设 嘿 我上辈子都当腻了 谁爱当谁当吧 我去绿道健走 跳广场舞锻炼身体 热搜叶安贤当贤凉母失败 健走偏锋 选择大妈赛道 大妈怎么就健走偏锋了呢 看着大家都把大妈当贬义词用 这我就不能忍了 大妈怎么了 你们没有女性长辈吗 我开始以意敌摆 舌战群如 大妈那些侮辱大妈的人 热搜第一又变成了 叶安贤 飘悍大妈 我很喜欢这个词 听起来很有力量 于是我直接把微博名 改成了飘悍大妈 我的粉丝也都受我影响 开始自称妈宝 姐姐 我今天跟妈妈一起去跳广场舞了 好开心 同时我还圈了一大批中年女性粉丝 安贤喃喃 我买了跟你同款的六弯裤 很好穿 看着他们用风景涂头像 在我的超话里发帖 我很高兴 我又做到了一件上辈子 想做却做不到的事 张杰已经不怎么管我了 他说他也不太懂娱乐圈了 但他还是苦口婆心的劝我 对自己争取一个新综艺 这个综艺是最有名的娱乐台策划的 说是什么乡野生活直播秀 其实就是抓几个明星 去乡下生活几天 我在农村活了几十年 真搞不懂乡下生活有什么好看的 更令我费解的是 各路明星们都挤破头想上 节目组干脆搞了一个打头榜 排名前六的就能收到邀请 最离谱的来了 打头还要钱 要买什么联名商品 太黑心了 怪不得钱都让城里人赚了 那我哪能让粉丝花这个冤枉钱呢 转手我就发了条微博 各位小宝大宝 别投我 不想去 钱留着买有用的东西 微笑玫瑰 微信提示音响起 看到张姐连发三条60秒的长语音 我就知道 我又上热搜了 一安闲 欲情故纵 闲儿 没事 我们中年大妈粉已经财富自由了 爱怎么花怎么花 这解释在内涵赞助商的商品 是没用的东西吗 牛 还没上节目 就先得罪甲方爸爸 他这是在刺激粉丝给他投票吧 真有心机 我倒想看看他上节目 会不会原型毕露了 得 又说错话 不一会儿 不仅我的热搜上了第一 我的排名也被投到了第一 如果我拒绝邀约的话 张姐会不会打死我呢 哎 下乡就下乡呗 谁能下得过我 临行前 张姐嘱咐我 别的我都不指望了 就求你别发疯 多少力助仅剩了一个乐于助人的人设 行吗 算姐求你的 我看着张姐 最近为我熬夜公关类出来的黑眼圈 坚定地点了点头 你放心 我一定做到 最终参加节目的十三女三男 我 新生带小白花无可力 女团成员言轻 顶流小声林峰 摇滚乐手沈精益 富二代思明 张姐让我记他们的人设和代表作 我也是一个都没记住 性格这种东西 不是一接触就知道了吗 有什么好记的 节目组抵达村里 直播也同步开始 大家围在农家小院一起吃晚饭 互相熟悉一下 几个小姑娘小伙子 长得是真俊俏啊 我忍不住慈爱地看着他们 弹幕炸开了锅 叶安贤这是什么眼神 感觉在猥胁我们家哥哥 我怎么看着像是看自家孩子 为什么在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脸上 看到了慈祥 你看什么呢 戴着金丝眼镜的帅小伙 打断了我的发呆 他应该是叫思明 小伙子长得推板症 有对象吗 我给你介绍一个 我饶有兴致地继续看着他 体内的媒婆血脉被唤醒了 他是故意刺激临风 换是我过年回家 大爷要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我说怎么一股熟悉的感觉 我只是提醒你 到你自我介绍了 小伙子的脸好像有点红了 小年轻不禁逗闹 大家好 我叫李秋英 我本能的脱口而出 坏了 又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 是叶安贤了 我连忙找不 我是说我叫叶安贤 李秋英是我给自己起的一名 但是经纪人不同意 众人都满脸诧异 弹幕也再次热闹起来 怎么有人一名比本民土 我要是经纪人我也不同意 这姐是不是喝高了 沈经一也努力接上我的话 那个 姐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们也可以喊你英子姐 大家都跟着笑了 弹幕也跟着开始一口一个英子姐 递刷了起来 晚饭过后 突然天降暴雨 雨势太大 冲垮了村里唯一的路 合作的农户 请得善猪师傅进不了村 农户急得团团转 这年头技术好的善猪师傅 真真无邪小白花呀 无语 可莉从小在一线城市长大 不知道这个很正常好吗 言轻这是什么态度啊 再怎么说 可莉也是前辈吧 众人七嘴八舌讨论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张姐的嘱托 乐于助人 我要乐于助人 我从急救包里 掏出手术刀片和点酒 麻利的从猪圈里 挑选了一只幸运小猪 抓起他的后腿 手起刀落 一挤一拉 在图上点酒 完成 煞时间 所有人都安静了 摄像大哥也默默地 把镜头转向了我 我继续重复刚刚的动作 四分钟便善完了 猪圈里的八只小公猪 还有吗 我抹了一把汗 抬头问道 所有人都往后退了一步 凌峰的脸上 更是露出惊恐的神色 看直播的观众 也第一次见这等场面 对依安嫌改观了 她是真 飘悍大妈 牛 女明星在线直播善猪 我颠了 还是世界颠了 我家也是农村的 我妈说要给英子姐打头 哈哈 谁家好人出门带用刀片啊 别惹英子姐 我姐善一只猪 只要三十秒 太久不练 手有点生了 以前我还能比这更快呢 你 你怎么会这个 凌峰声音有些颤抖 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些 远主的记忆 她以前也是农村娃 不过好像 因为某些原因 一直不愿承认 咱农村能出这么漂亮 能干的娃 有啥好藏地掖着的 于是我骄傲的说 我以前是农村的呀 这种活小菜一别 豪血腥 无可力捂着嘴惊叹 好像背下的不轻 凌峰连忙把她拉到一边 没事 我们不看 吃猪肉的时候 倒是吃挺香 严青又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青青也很敢说啊 我的嘴屁 伊安贤以前不是一直不承认 自己是农村的吗 怎么突然想开了 某白莲花还装柔弱呢 无可力真的很装 不就是想引起凌峰哥哥的保护欲吗 莫名其妙的 风平好像反转了 今天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抽签分房 乡下条件不好 能住的房间没几个 五个房间从A到F规格逐渐下降 A房在二楼 蚊虫更少 有独立卫生间 还是大床 而F房是临时收拾出来的小储藏间 只有狭窄的硬板床 剩下的空间还不够转身的 看到F房的情况 无可力顿时花容失色 可是我是过敏体质 硬床版也睡不惯 没事可可 我可以跟你换 林峰安抚道 但当无可力真的抽到了F房的时候 林峰却开始支支吾吾 可可 我 我这也就抽了个D 跟你也差不多 那怎么办 无可力声音都带了哭腔 而我手气好抽到了A房 我看着无可力处处可怜的表情 想起了以前家里的小白兔 实在于心不忍 我跟你换吧 我把我抽到的纸条塞到她手里 无可力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 高兴地抱着我 谢谢姐姐 姐姐真好 这姐有忙是真帮啊 路转粉了 以德抱怨 英子姐大气 林峰 死状哥汗流加倍了吧 林峰哥哥都说了 是没抽到好房才没换的好吗 物Q 英子姐对她这么好干啥 让她睡木板 但说实话 比F房还烂的 我都睡过 无所谓了 乐于助人吗 九点我就上床准备睡觉了 节目组也是神经病 房间里和走廊上 还架着摄像机 睡觉又有啥好播的 城里人甚至太闲了 没想到刚躺下 就有人敲我的门 言轻的脑袋探了进来 姐我气得睡不着 你干嘛跟我可力换呀 她之前还拽你裙子呢 没想到大半夜 看直播的人还不少 弹幕也还热闹着 哈哈哈哈 言轻演我 言轻半夜坐起来 不是 凭什么呀 这小姑娘还真是狭干一胆 吃的好孩子 嗨 小女孩吗 就胆小娇气了点 也没干啥坏事 我摸了摸言轻的头 哄了她几句 然后塞了一包大馒头给她 让她半夜饿了就吃 刚送走言轻 没一会儿门又响了 弹幕都在猜是谁 但谁都没想到会是思明 要换吗 我在必 思明言简一概 我看她也不像是吃过苦的样子 连忙拒绝了 她也没多说 转身就走了 背影好像还有点失望 留我一个人 在原地莫名其妙 啊 我有一种感觉 我也有一种感觉 该不会我们感觉的是 同一种感觉吧 弹幕的话也莫名其妙 算了 睡吧 咚咚咚 随着门第三次响起 弹幕也开始疯狂刷 飘瀚大妈坚韧之心姐姐 这次进来的竟然是无可力 看她身上一片一片的红点 应该是过敏了 我连忙拿出抗过敏药给她吃 又涂了一些药膏 姐姐 网上都在骂我 她委屈的低下头 对不起姐姐 之前拉掉你裙子那次 绿茶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莲花我挺喜欢的 绿茶也爱喝 还是我之前说的 人好不好 接触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小姑娘也不坏 我又安抚了她一番 好说歹说 给她劝回房间了 英子姐给我上了一课 姐这大智慧啊 确实 女明星之间 也不是只有竞争关系 我本来是想来看情敌扯头花的 我反思 可算没人来敲门了 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的任务是 分组干农活 按观众的投票 我和思明被分到了一组 我们的任务是砍柴 言清和沈经义喂猪 清理猪圈 无可力和林峰做饭 本来我还纳闷呢 这么点活还六个人分工干 是我高估城里玩的效率了 思明还行 看着细皮嫩肉的 没想到肌肉还挺发达 砍柴交两下就会了 其他两组乱成一锅粥 两锅粥 言清和沈经义围裙和手套 都被猪啃坏了 还被拱进了猪粪里 俩倒霉孩子 真是看不下去了 我拿着草叉 把猪往墙边赶 插腰对着猪大吼了几声 都给我靠边站 言清和沈经义 也战战兢兢的往墙边挪 没说你俩 好嘞 他俩又挪回了原位 昨天我擅猪的英姿 好像也给猪中的 留下了心理阴影 都乖乖地躲着我不敢动 好了 你俩现在听我指挥 哈哈哈哈 清清和小沈 这是参加变形记来了 这个家没英子姐的伞 猪 没人替我发声吗 轻易CP 台上搞摇滚 台下产猪粪 好不容易收拾完 这边的烂摊子 厨房又乱了 我进去一看 好家伙 锅着火了 这冒黑烟呢 眼看着林峰端着一盆水 就要泼进去 我连忙拽住他 死孩子 有锅起火不能用水 我赶忙用锅盖把锅罩住 火灭了 无可力惊魂未定 哭出了声 林峰也失了方寸 气急败坏地指责无可力 我就说你毛手毛脚的 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不会 还要添乱 不知为何 我的火气蹭了一下 就冒了起来 林峰对园主 也说过同样的话 说他乡下来的土包子 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不会 就你还想吃娱乐圈这口饭 还想高攀本少爷 你配吗 回忆中彻骨的痛也 蔓延到了我胸口 饭都不会做得羞花枕头 还敢说这种话 啪 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首先给了林峰一巴掌 林峰猛了 无可力也不哭了 给他道歉 现在 我立声呵斥 对 对不起 林峰磕磕巴巴地 向无可力道歉 大点声 没吃饭吗 哦 饭还没做 不过问题不大 对不起 我满意的点了点头 为什么我刚刚 也下意识跟着道歉了 好强的压迫感 这个母叶叉 凭什么打我们林峰哥哥呀 打得好 明明是他弄起火的 还敢骂我们家可力 还没完呢 我又转头 指着节目组留的摄像头 破口大骂 为了节目效果 安全都不顾了 不知道他们俩笨手笨脚吗 起火了 没人来处理 要是这个二傻子 真把水倒油锅里 留件出来 把俩小孩弄毁容了 你们赔得起吗 啊 说话 姐 我唯一的姐 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 太可靠了 确实危险 节目组问题很大 导演人呢 我姐问你话呢 可力 有点猛 姐到底是在关心我 还是在骂我 林峰喜提心明 林二傻子 一顿输出之后 舒服多了 节目组工作人员 也连忙过来道歉 说是去拿灭火气了 我把他们统统赶出了厨房 早让我一个人来 四菜一汤 现在都能上桌了 我揭开另一口锅 两眼一黑 锅里一条鱼 正在葱花水里快乐的油呢 好嘞 想退节目 经历了鸡飞狗跳的一天 节目组安排我们 进行简单的篝火晚会 看那林峰脸上 红肿的巴掌印 我多少点过意不去 于是我敬了她一杯酒 动手确实不对 咦 不对 姐正中给你道歉 对不起 这杯姐干了 你随意 我一言而尽 有事就上 有错就认 姐好爽 好像酒量不太行 有点晕呼 大家应节目组要求 开始才艺展示 沈精益先弹了一首 他们乐队的曲子 我鼓掌 吉他弹得好 沈精益 姐 这是贝斯 我继续鼓掌 还给吉他起了名字 是真心热爱音乐 沈精益 姐你开心就好 言轻跳了女团舞 乌可丽唱了一首小甜歌 林峰唱了一段 与无伦四的rap 思明弹唱一首原创歌曲 写给童年的自己 歌声清澈温柔 唯唯到来 透露着似有若无的伤感 正当大家沉浸在氛围中时 我突然挖了一声 嚎啕大哭起来 我也想起了 我那漫长而冰冷的童年 专制的爸 偏心的妈 无能的弟弟 劳苦的他 哭累了 我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 本以为热搜会是什么 叶安贤耍酒疯 但热搜第一赫然写着 叶安贤曾是林峰私生犯 监控记录曝光 我疑惑地翻阅了几篇帖子 脑子里又闪回了一些原主的记忆 叶安贤本来是农村孩子 高考考上了重本 又因为长相漂亮 被心探选中 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他对林峰一见钟情 两人维持了一段时间情侣关系 直到林峰出演的偶像剧爆火 林峰生他第一剑 先斩意中人 把叶安贤踹了 并且利用叶安贤 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的弱点 不断扑扼他 还引导粉丝往爆他 转头 自己又跟当红小白花 卖起了CP 叶安贤受不了刺激 吞服了过量安眠药 离开了这个世界 然后我机缘巧合的 接管了他的身份 现在林峰团队竟然倒打一耙 造谣叶安贤是林峰私生犯 是因为林峰才费尽心机 挤进娱乐圈 所谓的叶骚老林的监控记录 只不过是叶安贤被冷包立后 去找林峰药说法 这时张姐发来了消息 嫌不怕 我早看那个林峰不对劲 你们之前的聊天记录 照片 视频 我的备份了 一定给你澄清 这时言清和吴可丽 也急匆匆赶到我房里 姐姐 你没事吧 别理网上那些人 他们知道什么呀 就乱说 对 就是 姐姐 我也相信你 我眼眶红了 倒不是因为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 而是因为第一次感受到了被爱 被呵护 多么美妙的感觉啊 叶安贤 你也感受到了吗 林峰也犹犹豫豫的来到了我房门口 安贤 这都是我团队发的 我不知情 我马上联系他们 我冷笑了一声 站起身 林峰下意识地捂住了脸 我拉着他来到走廊的高清直播镜头前 观众朋友们 我 叶安贤 以前是跟林峰谈过恋爱 但我坦坦荡荡 拿得其放得下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林峰 你要是觉得我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现在可以说 我目光坚毅地盯着林峰 林峰脸色煞白 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没有 是我 对不起你 那你是不是欠我 欠曾经的叶安贤一句话 对不起 听到这三个字 泪水从我的眼角滑落 我知道这滴类并不属于我 网络上 澄清帖逐渐发出 大家都看清了林峰的真面目 他那些贬低农村女孩的言论被扒了出来 直播弹幕也都在讨论这件事 看不起农村 还来参加农村综艺 硬贴可丽也是为了热度 纯心机难 他这价值观太歪了 迟早被封杀 心疼我因自己 我还在为叶安贤的事伤感 眼前突然出现一碗粥 我抬头 对上了思敏略带关怀的眼神 昨天喝那么多 今天就别吃游婚了 你会做饭 昨天怎么不帮我 你又没求我 且 心情好多了 节目组意识到风声不对 紧急宣布明天是最后一次直播 并宣称 平播原因是怕再次下雨风山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他们是害怕林峰影响节目声誉 这档节目也是想应建设新农村的号召而策划的 本以为能吃一口红利 结果踩了一颗雷 晚上 吴可丽邀请我和言青去A房 跟他一起睡 他俩之前还有些针锋相对 现在倒成了欢喜小冤家 轻轻 你跟沈精益 怎么回事啊 吴可丽也遇到 什么事也没有 言青立马扭过头去 脸肉眼可见的红了 倒是思明 我觉得他跟英子姐才不对劲吧 战火转移到我头上了 姐 我觉得思明是不错 他有音乐天赋 家境好 出道这么多年也没有绯闻 对 他说话也很直接 不怕得罪人 反正不会娱乐圈了 就回去继承家产 我正想着怎么搪塞他们 手机突然收到一条好友申请 诶 说曹操曹操道 言青兴奋的抢过我的手机 看到内容后 笑容立刻垮了 居然是凌峰 他还有脸来求你原谅 他从床上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 把手机举到了摄像头前 模仿我的语气说 观众朋友们 睡了吗 诚要大家看渣男破房 这小丫头 学得还挺快 凌峰还在不停的发好友申请 说什么之前分手 都是受团队逼迫了 心里还有我啦 希望我给他一个机会啦 之类的废话 要被封杀了 知道怕了 早干嘛去了 我直接拉黑 临别之际 大家象征性的喝了收官酒 思明过来跟我碰了个杯 低头对我耳语 别又喝醉了 还得我背你 原来那天喝醉了 是他背我回房间的 眼瞅着气氛有点暧昧了 我得赶紧掐灭这不合时宜的小火苗 我看他就跟看儿子似的 当个忘年交可以 谈恋爱要不还是算了 我下不去手 去健身房练练吧 不稳 差点给我晃了吐了 思明愣住了 姐你是油烟不尽啊 思明 女人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学到学到了 一句话杀死暧昧 哈哈哈哈 思总醒醒 常规手段是追不到英子姐的 吴可丽送我一张黑金卡 可以在吴氏集团旗下 所有产业店随便刷 她的娇弱单纯 确实不是装的 人家真是被宠大的千金小姐 怪不得林峰要舔着脸贴她 言轻给了我两张 他们团演出的那场VIP票 我决定带张姐一起去看 酒宴结束 张姐的车早早的就等在了场外 不好意思啊张姐 这几天又惹这么多事 我有点内疚 张姐却笑了 你都不知道这几天 你上了多少次热搜 挺好的 以前如履薄冰却收效甚微 如今你勇敢做自己 反而获得了这么多喜爱 我为你感到高兴 那一巴掌 打得好 她小声补充 我决定退圈了 消息放出后 全网震惊 网友议论纷纷 叶安贤不是刚火吗 怎么这个时候退圈 这么突然 英子姐别走 娱乐圈不能没有你 姐的每一步都在我意料之外 言轻也第一时间留言 姐 发生什么事了 谁欺负你 沈经一帮腔 姐你说是谁 我帮你写歌骂她 无可力 姐姐来我家公司 我养你 之前的综艺结束后 林峰就被雪藏了 代言全掉了 拒备下架 综艺镜头也被一解没 还被官媒点名批评 算是在男翻身了 而我又不会唱跳 也不会演戏 帮原主了却完心愿后 也就没必要再留在娱乐圈了 张姐虽然舍不得我 但也支持我的决定 我成立了安闲慈善基金会 在夜安闲的老家 还有我的老家 多出自建立了农村希望学校 在无视集团的资助下 我们还组建了专门的 留守女童关怀项目组 给她们捐赠卫生金 请专业的老师 教她们生理知识 言轻所在的女团 和沈经一的乐队合作 进行了多次慈善公演 收益都捐给了我们的基金会 而我也四处奔波 招揽那些愿意下乡支教的老师 尽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 虽然困难重重 但我感到很幸福 很充实 这一天 我像往常一样 准备去面试申请支教的老师 翻看第一份简历 我看到了熟悉的名字 思明 这份简历可谓是非常漂亮 心理学硕士 教育学博士 支教经历遍布世界各地 还拿了高中数学和英语教资 让人找不出拒绝她的理由 门开了 她依然戴着那副金丝眼镜 只不过成熟了不少 皮肤晒成了小麦色 吸附下紧致的肌肉线条 你的确优秀 但你是富家子弟 真的能吃支教的苦吗 其他人也都若有所思的点头 本来以为她会说什么 我已经经过了很多锻炼了的关话 没想到她却开口说 我明白你的疑虑 我是富二代 确实不如其他老师能吃苦 但我是富二代呀 干嘛要吃苦 吃不惯了 喊我妈掉厨子来 住不惯了 喊我爸捐钱把学校修了呗 还能带着学生一起享福 面试官全都被她逗乐了 严肃的气氛瞬间缓和了不少 她右手起嬉笑 郑瑟说道 刚刚是夸张说法 我是想说 遇到艰苦的环境 并不是只有硬抗这种方式 我最擅长的就是随机应变 所有老师都满意的给了她通过 她向我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 我印象里她不是这样的呀 跟谁学的 按规定 新一批的录用名单 需要在网上公示 思明的名字出现的那一刻 全网沸腾了 啊我死去的CP死灰复燃了 楼上的 不会说话 这去让斯老师教教 这教在续前缘好了 原来思总成绩的这几年 失去支教了 内幕 她真的 我哭死 冰山霸道总裁 暴改黑皮乡村教师 他们都说 思明来支教是为了我 但我觉得不是 我看她跟孩子们 在一起嬉闹时的快乐笑容 我知道她是真的热爱这份事业 真心的为孩子们的未来着想 追我 只是顺便 她没再像之前那样 玩一些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干大戏码 只是我的办公桌上 偶尔出现一些 带着露水的小野花 洗干净的野果 乡野的风景罩 还有装满我爱吃的菜的饭盒 嗯 做饭的手艺也近占不少 重生了这么些年 我也渐渐适应了新的身份 我很珍惜这种 重返年轻的感觉 上辈子被家庭死死的 摁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 这一次 是不是可以也去试着 体会一下自由的爱情吗 我在思明授课的教室门口 停下了脚步 下课铃声响起 斯老师一起吃饭吗 我问道 学生们开始起哄 思明的脸好像又微微反红 哎 还是不惊斗啊 全文完